在前面的影片有提到 當時看到這台機器的新商市 然後看到官網的文宣有小比物 將這個問題反映給花雲後 他們馬上就改善了 而且不到兩個小時就改好了 速度真的非常快 給個讚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是 是華雲的Nuts 看到這個阿蘇Story 就知道我們今天是開箱的是華雲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外觀 這邊的話就是 有講到ADM 然後還有For Business 然後有一些生活的應用程式 然後下面這邊也是跨平台支援 跟上次的包裝有一點點不一樣 不過大致上是一樣的內容 比較特別的是今天要開箱的這台機器呢 它主打的是電競風的NAS 所以你看到它很多的CI都變成了紅色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Nimbus Tor 2 然後這邊型號是S5202T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開箱這台NAS啦 我們從這邊打開 好接著把機器拿出來 哇有點 有點緊 先把側邊的配件盒拿出來 然後機器本體 然後側邊是有點菱形的角度 然後正面 這邊有ASOSTOR的LOGO 然後這個LOGO變成紅色的 我們把這個模仙撕起來 哇 鏡面的 這次前蓋的設計就非常的前衛 這邊除了ASOSTOR的LOGO變成紅色以外 狀態欄這邊也有上下變為紅色 然後這邊前面有一個USB 3.2 Gen1的USB Type-A 然後我之前就一直很好奇 就是華雲前面這個擋板這一片 如果反著放會怎麼樣 那我來試試看喔 欸 擋著放也是可以 不過它會歪一邊就是往這邊靠一點 這個是倒著放 它正的放 所以倒著放也可以啦 但是就是會歪掉 感覺還是正的放比較正常一點 直系式的 還不錯 它的背面是這個 風巢狀的結構 然後這邊有四顆磁鐵 背面呢 背面這邊 這邊有一個風扇 然後這邊有兩個USB 3.2 Gen1 然後這邊這個是HDMI 而且呢這個HDMI是支援4K的喔 它的規格是HDMI 2.0A 所以它支援4K 然後60Hz 10bit的HDR畫面 這邊也有兩個網路口 那一個是2.5G 然後總共有兩個2.5G的網路口 然後它也可以做聚合 所以最高可以到5GB的網路 然後這個是電源口的部分 然後這個地方 這個小小的這個 這個是電源線接上去的時候 可以透過這個固定 還蠻不錯 很貼心的小設計 配件的部分 就是這一盒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盒裡面有什麼 這邊有一個 電源線的延長線 然後這邊有一個併壓器 一個是12伏特屋電 417A的 這邊有一帶螺絲 然後有兩個網路線 然後兩個網路線是CAT51的 接下來我們要測量重量 重量是1673公克 那打開的方式就是這邊正面 這個把它拉開來 就可以把硬碟槽抽出來 就像這樣子 側邊這個 破把它彈開 旁邊的壓條 那我們等一下就把硬碟放進去 差不多要對準這個螺絲孔有在這個位置上 好 然後再把它壓條放回來 另外一邊也是 OK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啦 也歡迎大家可以去參觀一下Computex 然後也可以看到華雲的攤位 看看他們的新產品 這個系列除了有5202T的2倍機器外 也有另外一台是5304T的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我可以看你 好 請你 我可以看你 好 感谢观看